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2年的378,390件增加到445,186件 其中 企业重组申请案件从2022年的3819件猛增72%至6569件 消费者破产申请案增加41955件 增长18% 纽约联储银行的资料显示 到2023年第三季度末 美国家庭负债已经创下17.3万亿美元的新高 债务拖欠率也持续走高 过去两年来 由于美联储激进加息 美国企业与家庭的财务状况都很紧张 以房贷利率为例 2023年下半年的利率冲上本世纪以来最高点 Epic Arthur预计美国2024年申请破产案件数量会继续攀升 1月4日上午日本多个政府机关 包括福岛县南乡马市政府 山形县韦花泽市政府均收到一封炸弹威胁的预告传真 歹徒声称已在公共设施安置了炸弹 将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34分至8点10分之间引爆炸弹 警方正在确认是否有可疑物体并全面展开清查 另有日本网友在X透露 两县市政府收到预告传真的署名为唐泽贵阳 他其实是前科累累的中国籍范贤张海川 经常利用该名向各国恶意发出炸弹恐吓信 不过此贴文真实性还有待核实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中 阿根廷国家劳工上诉法庭1月3日发布禁制令 暂停阿根廷总统米莱经济改革计划中 涉及劳工改革的相关措施 法新社报道称 法官中有人质疑米莱经济改革计划的必要性和紧急性 其中一些措施具有压制性或惩罚性 目前无法确定他们是否真正有助于实现 米莱所谓创造真正就业岗位的目标 米莱于去年12月启动经济改革 试图以休克疗法挽救阿根廷经济 涉及劳工领域的改革包括 改变雇佣合同条款 降低薪酬标准减少休假福利等 他还宣布减少国家机构数量 并于去年12月底开始裁撤国家雇员 第一轮裁撤了至少5000人 去年12月27日 米莱将改革法案递交阿根廷国会讨论表决 由于国会尚未对改革法案做出表决 这些法案理论上已经强制生效 阿根廷最大的劳工组织劳工总联合会动用法律手段 试图阻止劳工改革措施的实施 并准备在今年1月24日举行全国总罢工 米莱政府发表声明称将就这一裁决提起上诉 在1月3日的棉北武装冲突中 一枚炮弹落入云南临仓市镇康县南散镇一街道 闭路电视画面显示街道旁多间商铺受损严重 镇康县人民医院工作人员透露 有5名因炮弹受伤的市民送到该院接受治疗 目击者称炮弹突然落入齐垫旁边 当时它与炮弹仅距20米 相邻的其中一间商店的玻璃被冲击波震碎 炮弹声音很明显 南散镇镇政府工作人员说 已派人到现场处置 镇领导、县政府等相关部门已到场了解情况 目前正在核实受伤人数 另一方面 中国外交部表示 中方高度关注缅北冲突态势 对武装冲突造成中方人员伤亡表示强烈不满 已向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并再次要求缅北冲突各方立即停火指战 安冷正冲突费 理人数 可以留言 妖音